大家好,我是黑毛警罩008 最近星际魅族推出了三款AR相关的新品 两款AR引进StarV View或StarV Air 2 以及智能戒指StarV Ring 2 今天我就来说说我对这几款新品的体验情况 在这三款新品当中,热度最高的就是View 和同学带着魔改的View在苹果发布会亮相 甚至让全球科技顶流小马哥都发文点赞 好,那我就先说说这台明星产品StarV View 我这次上手的是比较有科技感的曙光层版本 同时还有一个相对耐看的星际灰配色可以选 产品的整体质感还是不错的,细节也做得很到位 比如说顶部的0到600度的去光路调节旋钮 以及进腿,触感都是很棒的 官方说进腿是使用了纳米级的粒子图层 不过我现在还不太能确定这种图层的耐用性 我会保持关注 整体重量是74克,当下的主流水准 进腿是环抱式的 同时采用了这种有弹性可调节的外脏脚设计 佩戴舒适也不夹头,耳朵也不累 在重量分布上,View采用了2.8比1的设计 在同样的重量分布下,这样的比例也会让人感觉更舒适 我个人佩戴View看了一部电影,两个多小时,佩戴下来没感觉到累 光学方面,View采用的是当下比较成熟的Bird Bass方案 也就是BB方案 我先练一下参数 6米等效距离下,188英寸的聚目体验 支持120货子的搞刷 入眼700尼特峰值亮度 10万比1的对比度和108%的sRGB的色域 戴上View之后,我的第一感受有两个 第一是图像比较清晰,二是颜色好 从参数上看,清晰一方面要看PPD,另外一方面看MTF View的PPD达到了51,而中心和边缘的MTF分别大于0.85和0.65 PPD和MTF在同类产品当中都是占优的 在色彩方面,我没有DELTA DE的参数 所以实拍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自己的感受是色彩表现还是比较准确的 View的视场角是43.5度 这个数值相比同类产品略小 但其实视场角和PPD是两个此消彼长的参数 也就是说增加视场角就必然会牺牲清晰度 而魅族在这两者之间的选择是更高的清晰度 不过话说43.5度这个视场角用来观影打游戏是足够大的 毕竟根据国际上一些权威机构的数据 人类最舒适的观影视场角在30到40度左右 在音频方面,进腿内置了双扬声器以及双麦克风 话不多说,直接录一段渡口给大家听一听 让我与你我别再轻轻抽出我的手 直到思念 从此深根花念 从此停顿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 依托双麦克风和字眼算法 Starby view 还有通话降噪功能 这个设计对于需要一边看剧一边玩游戏一边打电话的朋友还是非常友好的 在交互体验方面 如果你使用移动设备支持AR空间功能 那么你就能体验到Flyme XR 2.0 接着到视频发布为止 已经有这些机型支持AR空间功能 这个交互体系是魅族的Viu UI团队和Flyme团队联合打造的 所以它既继承了Flyme交互体验的既有优点 也充分考虑了AR产品交互的需求 另外,如果你的爱车是领克Z10或者是奇力极客品牌 只要支持DP输出 车内分分钟就可以多出一块188寸的大品 整体使用下来Starby view外形好看 性能有优势,产品力也比较强 综合来看是今年非常能打的AR眼镜产品 如果你喜欢用大屏观影,喜欢打游戏 那么可以放心冲 再来讲讲更加轻便的Starby Air 2 就是我现在戴的这一 我拿的是更加低调的光影中的配色 Air 2还有另外一款配色是浅色系的沙丘黄 Air 2重量只有44克 重量和日常使用的眼睛是相同的级别 配合人音设计上的优化,佩戴还是很舒服的 对于近视的朋友,Air 2还支持插拔式的近视夹片 很方便 相比前代产品,Air 2有个明显的升级 将第一代的触摸操控升级成为了滚轮操控 这种物理按键不仅有更好的触感 而且精准度要高很多 我个人非常喜欢这个身体 上一代的触摸操控,虽然看起来更加的炫苦 更有科技感 但很容易误触 而且因为没有立反飞 操控也不是非常的精准 Air 2的实体滚轮用起来就精准很多 在显示技术方面 Air 2也有不少的新的技术普通 首先它搭载了全新的MicroLED光机 Foneo Mini 2 这是全球最小的单绿光机 体积仅仅有0.15cc 也就是说一颗绿豆大小 之所以做到这么小 是因为它选用了MicroLED屏幕 像素间距只有4微米 这个数字甚至比苹果Vision Pro屏幕的像素间距更小 Air 2的光孤岛晶片 采用了全球首发的钢化玻璃晶片 配合高阻材料和光学设计 做到了主视野内无彩虹纹 相比上一代产品 实验也要通测很多 功能方面 StarV Air 2提供了导航翻译 提字器语音转写等等功能 导航的时候会显示距离 时长以及下一个变道的节点在哪里 并没有想象当中的小地图的功能 猜测太高的刷新率会提高功耗 而同样的信息在手机上 只占到地图软件那么小一点的面积 在七星场中下确实挺好用的 作为提字器来说 使用的时候看到眼睛上的信息流 这个功能对于怕忘词 但是又不想读纸稿的人 还是个不错的功能 翻译功能需要识别的整句话才有显示 翻译处的内容还是有些积翻的味道 不过对于英语不太好 又有交流需求的朋友 确实比拿着手机要方便很多 至少能听明白对方在讲什么 功耗方面 其实8小时左右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相比BB方案 光波导的AR眼镜更接近科幻当中的AR眼镜 单绿色的显示 让我想到早期CRT的单绿色显示屏 很酷 光波导AR眼镜的重量更轻 透光率也要比BB高很多 因此 无论是佩戴的舒适度方面 还是在他人的观感方面 AR2更加适合于全天佩戴 说到全天后 我们就得提到今年大火的AI眼镜 雷鹏META 这款AI眼镜 虽然说可以全天后佩戴 但是它是没有显示方程 而AR2可以理解为一副 可以全天后佩戴的 戴显示的AI眼镜 综合体验下来 这个产品更适合一些年轻的朋友 更适合一些科技圈的朋友 他们可能有商务类的 办公类的需求 而且希望通过一些科技产品 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和沟通效率 如果说警长对于AR2 这类全天后眼镜 有什么更多的期待 那应该就是充电方面 AR2如果没电了 它就需要插线来充电 但是我更希望的是 可以用充电盒 或者是无线充电的话 智能纸盘StarV Ring 2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产品 首先官方把它定义为 健康管理大师 支持高血糖风险监测 血氧监测 睡眠分析 压力监测 体温波动监测 健康管理 运动监测 等等健康功能 其中最重磅的就是 无创监测血糖功能 它的原理是通过 硬件光电传感技术 将采集到的光谱数据 和健康大数据做比对 从而达到血糖变化的趋势数据 这个功能需要在7天内 至少测量3次血糖 同时官方建议 在进食8小时 或者餐后2小时检测 每次检测5分钟期间 需要保持静止状态 综合来说 这是一项学习成本 比较高的功能 其次 Ring 2也是一个交互监口 可以粘贴眼镜和手机 解决了一些使用AR眼镜时 操作不变的问题 指环使用了陶瓷材料 达到了IP68级的防水 能够满足全天后使用的需求 我们可以看到内部的双路传感器设计 可以说魅毒在这方面还是花了心思的 续航方面官方签车是15天 我自己日常使用 大概可以一周一充 指环的质感还是不错的 但充电盒的质感相对 指环的质感差了一些 拿着手上感觉会有点松 Ring 2我感觉一方面 适合那些对于个人健康关注比较多 而且希望随随地监测个人健康数据的朋友 另外一方面也适合希望操作手机 操作眼睛更加优雅的朋友 好了关于星际没读三款新品的测评 就先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有用 别忘了一键三连 关于这几款新品 如果你有什么想法 欢迎发弹幕和发评论 好我是黑毛警长008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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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